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在七大罪光與暗之交戰中 洛洛發現主線推到大概72話左右 就是大多數玩家會卡的一個點 本次就要宇宙肉們解說 如何通關主線72章為了好友而犧牲 首先讓我們看到BOSS的被動技能 在減傷的部分BOSS對反擊技能有著50%的減傷效果 對必殺技也有30%的傷害減免 這個被動技能的設定 不曉得是不是擔心綠團長的反擊技能 會讓這個遊戲變得太簡單 所以有不少的BOSS都有這類型的被動技能 而該型態最頭痛的地方 其實是在於他免疫所有的牽制技能 也讓藍屬性的金恩的牽制技無法派上用場 技能組的部分唯一需要注意的 只有2技的感染效果會使我均無法回復血量 玩家們在釋放回復技能的時候需要格外注意唷 角色選擇的部分 洛洛選擇了主線贈送的紅屬性斑 還有刷手抽取得的綠屬性團長 和綠屬性的SSR伊莉莎白 如果沒有綠屬性團長的話 可以透過不斷進出關卡界面來刷新傭兵欄位的選項 直到洗出素質加的綠團長來選用 如果沒有綠屬性伊莉莎白的話 也可以選擇將紅屬性伊莉莎白放在後備位 其特殊戰技能夠大幅增加我均的生存能力 綠團長在此關卡為主力輸出 其屬性正好可以克制藍屬性的Boss 而紅屬性的斑的1技能夠減少敵人的必殺格 Boss一回合能夠行動3次 只要在他發動必殺技前消耗Boss的必殺格 便能夠使其減少一次的攻擊次數 是該戰役中的一大工程喔 而洛洛選擇綠屬性伊莉莎白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特殊戰技與必殺技能夠增加 隊員們施放必殺技的頻率 而回復技能也可以取代藍屬性金恩的位置 綠屬性更能夠克制藍屬性的Boss 讓王女不會太快被秒殺 洛洛在通關的時候王女也只有50等而已喔 裝備的部分建議讓隊員們穿上HP與鐵壁套裝 再使用葡萄乾系列的料理來增加隊員HP 能夠大幅提高角色的容錯率 並降低關卡的運氣成分 在戰鬥開始之後 請以合成出綠團長的三星反擊卡片為最終目標 其次便是一邊合成綠王女的回復技能 一邊使用班的一技來牽制Boss使用必殺技能 另外在排列卡片的時候要注意 儘量將綠團長的反擊技與綠王女的回復技 排列在班的技能氣力消亡的左手邊 因為該技能一星與二星消耗的氣量都一樣 如果不小心合成卡片的話 反而會減少牽制Boss的機會喔 如果沒有合適的技能卡片能夠合成或是施放的話 也可以直接滿血施放班的技能不死之身 一來是可以消耗無用的卡片 二來是紅屬性的班 在該關卡當中是屬於被克制的屬性 Boss在行動的時候有很大的機率會向他出手 而施放不死之身後 正好能夠回復部分損失的血量 而關於綠團長施放反擊的時機 建議是抓在團長血量剩下50%的時候 以影片中斗擊2萬5的綠團長而言 吃下Boss的單體傷害與範圍技能 大概會剩下1乘5的血量 此時反擊正好能夠打掉Boss大半的血量 肉肉們可以依照自己綠團長的斗擊 來拿捏開啟技能的血量 總歸整個戰鬥的流程 便是藉著綠王女的回復技和班的氣力消亡 來等待綠團長的反擊卡出現 接著再由綠團長的高薪反擊 給予Boss致命的一擊 只是戰鬥中的技能打牌 並沒有一定的出現順序 洛洛曾經碰過一口氣出現3、4張反擊卡的情況 也見過班的一技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的囚禁 但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降低運氣成分 並提高自己的龍拓率 如果不信落敗的話請不要氣餒 多嘗試幾次一定能夠成功的! 以上是今天與肉肉們分享的 七十二話通關教學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什麼樣的組合來突破七十二話呢? 可以在留言分享你的通關技巧喔! 如果還有其他想要洛洛製作的主題 也可以在留言間唷! 覺得內容實用不要忘記給洛洛點下一個喜歡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最後訂閱追蹤別錯過!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一次結束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